好,我们这边来看双方第一局下半场 小萱这边是毫无悬念的掏出了破轮 说实话,穷者这套阵容我感觉 掏的有那么一点点难打呀 虽然这张地图打破轮是不错 但是这套阵容破轮抓谁都行 古董商可能不太好抓 但古董商正确是这样子 如果说破轮夹子够准 昨天他就抓古董商的嘛 也能抓 因为这边抓心理抓祭司 我觉得都挺舒服的 上来的话这边古董商 小房的古董商 要试试 小房这边古董商 其实封窗把这边的窗给封了 丢个夹子捡你树 然后这边把窗一封 过来直接起轮形态 这波大家学会了没有 怎么处理小房 好一滚滚上 第二滚第二滚滚上的话 古董商这边的飞轮CD还有十几秒呢 待会如果滚上 夹子一夹 这个就有可能直接秒 但是这波没滚上的话呢 应该是有一个飞轮的操作空间了 古董商这边往外那么一翻 丢夹子 丢夹子看飞轮这边先加速 回头躲棍 一棍点开 夹子 再补一棍 没有能打出戏血 啊不 没有能打出指割效果 这边一刀带走 呃 这波的话 他如果说这边直接交飞轮往外走破轮这边跟上来闪现一刀也是带走的 所以他想打一个指割效果出来 但没能成功啊 小萱这边的话的一个 那个首先他是怎么的 他是一个张皇 所以说防击退 这个想要打 就是你 打一个张皇屠夫和不张皇的屠夫 这个位置的一个距离控制是不一样的 呃 球人这边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卡半 但是最好不要卡死就 卡死就这个局 一旦过半以后破轮可能就直接起轮形态往外打了 到时候找你 还不如我这边主动过来 对 现在的话古董商这里呢 要做的是什么 必须闪现 回身一棍 两棍 飞轮 躲掉 这边有夹子吗 两秒钟以后有夹子 夹子减速 板子一拍 还行 但博命 结束 诶 这边起轮形态了 前面有祭司的斗 你别说 这波古董商虽然说 没有能打出指割效果 但是他这边的飞轮躲掉了伤害以后 进板还是操作起来了的 还是操作起来了的 只不过就是这板因为这破轮他带的是张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一个指格很难打出来的 小薰站的位置又好 这波通过祭司的一个上下洞给到一波支持 你真别说 这里的二六打起来了 上线 砸个板子 有没有说法能够给到古董商一个移情啊 现在古董商似乎破轮已经找不到了 似乎已经找不到了 躲的位置的话 目前来看完全 一个悲观 移情给佣兵 外面的机子差了两台 移情给佣兵 佣兵再来救一波吗 祭司来救 祭司卡的来救 机子的话 其实你说不够呢 那是不够的 但是如果说救下来 四枚滚上 要打实体刀的话 但上西这个位置 好像救不下来了 两个人都想来救 但是破轮这边是一个 拉出了一条防线 让你这边没有办法突破 因为球者这边救不救得下来呢 不是关键 关键是你要是救不下来 就你救下来了 这个古董商 他也不一定保得到开门战 因为现在派的人力有点多 但万一没救下来 再倒一个 一个花飞再倒一个 这个破轮可能就是 直接奔着多抓去了 所以球者这边还是选择比较稳的 他们选择的是 尝试性救一波 能救下来吗 最好 不行的话呢 这边反正我拉开 你击倒了 我也不倒遗产机 外面队友机子一补 我们还能打一个三人开门战 因为知道破轮带的是张狂 知道破轮带的是风窗 你就没有什么呢 你就没有挽留 我们打三人开门战 也能尝试三跑你 破轮这边也知道 我不能挂这个祭司的 他挂这个祭司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密码机要压好 这里再一刀击倒心理学家 现在佣兵这边是半血 破轮这边的话 非常着急 马不停蹄地杀了过来 现在要的就是围绕着这台密码机打 所以囚者这边要做的是什么呢 囚者这边要做的是重新起密码机了 他们这边的话剩下的道具没有了 然后状态又非常的差 他们需要先补状态 拉大动补状态 然后再起新机子 破轮这边的话应该是无尽的消耗 这个佣兵可以挂 这个佣兵可以挂 这个佣兵挂上以后再起轮型态 我觉得要挂呀 这个佣兵得挂呀 这波佣兵不挂的话 其实对于破轮来讲 他就等于说这三个人都没有上过挂的 把洞打掉 这波佣兵真的可以挂 因为这佣兵挂完了 即便就是你不管 他们这边穷者也需要过来派一个人 过来来把他摸起来 那交自己的话呢 开门战就可能是个突破口 但是如果说你不挂的话 我觉得还是挂会更好一点 现在来看的话 球者这边就 因为你不挂 你没有一个上过挂的人 他不太好去 真正的一波就把球者给 因为你还没有办法一波 把球者全部给摁倒的 所以说他这里不挂 然后在这边不断的再来打 你看这边击倒了佣兵 你还得再去 那你这边抓这个心理对吧 你抓这个心理的话 祭司就去补那边的机子了 你管不管这个心理 你不管这个心理 你去管那边密码机 好 这边队友一抱 他过去了 祭司再回头 就他如果说刚才能挂上这个佣兵的话 这个佣兵现在再击倒的话 就是给二挂了 慢慢的拉扯 会更好一点 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 上帝视角的一个判断 他不一定对 只是我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我的一个感觉 在看到穷者透视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当时这边挂上这个佣兵 然后再追出去打 对吧 你进可攻退可守 进可以去管密码机 去消耗穷者 退你可以回来做防守 因为穷者这边的话 想要救人 如果说离的距离比较远 破轮是有一波直接摁死 然后不给你救的机会的 你人救不下来 这样的话 佣兵这边状态拉满 直接移情把这状态给补满 然后状态再补好 这样的话 现在变成一个三人满血 三人满血看求者 求者这边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从一起机子 这边找到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和佣兵 核心问题就是这两个人 都是一个没有教自己的 现在处理 你真的把这祭司秒了 祭司确实是教自己的 但这祭司 你秒了 只要不倒在遗产机旁边 求者这边是可以派一个人 一个人过去给你密码机压力 一个人过去把这祭司给摸了 我觉得有点难了 这把破轮打到了这个残局 他 不太能 快速的 将这个局面打开了 不太能快速的将这个局面打开了 他还是得慢慢的磨 慢慢的耗 那就看求者这边能不能顶住了 佣兵这边摸了一根针 现在开始选择挂人了 可以 不晚 这个时间点挂人也不晚的 只要他挂上了 然后呢 这个人可以不用管他 再出去打 对 就刚才其实佣兵那个节奏点上面 我觉得就可以这样子打 就挂上人以后 我不守 我再来外面打你密码机 然后呢 这边人救下来以后 我再回头 我这边如果说能处理掉这个祭司 我就直接秒 对吧 有闪现的 直接秒 如果处理不掉这个祭司 反正我把你祭司逼走以后 离密码机比较远了以后 我再回头 我再回头过来去抓你这个救下来这个人 那不断不断的消耗的话呢 消耗出一个上挂飞 他就赢了 这波节奏抓到了 不仅是挂了一波这个心理学家 而且还把这祭司给秒了 那游民这边就要疲于奔命了 不断的在两边救人的话呢 他们就没有时间修机子了 现在球者这边只能强抢 破轮这边的话可以选择去管密码机 因为这个心理学家第一是半血 第二密码机在这边 一个戏谑悲观爆 好的 就是挂在这边 球者只能抢打了 这波只能强行打 没办法 拥兵 这里要秒祭司吗 那边人救下来 戏谑CD9秒钟 心理学家先拉开 心理先拉开 这里的话滚戏谑 悲观CD一秒好 这边要来一个摸头的 牵起来了 牵起来的话 这边一刀 他们不摸头 其实刚刚如果说能摸上头的话 一个插刀 密码机应该也够亮了 这样的话是一个两人残局 破轮这边 如果说能够快速秒掉这个祭司的话 就是一个四抓 但祭司所在的位置可能他觉得不太好 他这边 找了一轮傭兵以后再回头 但这个刺的伤害不够啊 看夹子 看夹子 还有一夹的机会 稍息这边在等 诶 他在瞄动吗 这波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 诶 挂上 可能已经忘记到这个祭司是教自己的 再起轮行他 傭兵强行点门 差不多 差不多 应该是 堪堪要等几门 一个 悲观 爆 四抓 哎呦 还是强啊 这个破轮还是强 虽然说中间一波拉扯了很久啊 一度我们觉得求人者 其实有点机会了 因为他们当时打出了一个 什么的三人满状态 但是还是被他抓到机会 一波 挂心里 然后再去秒祭司 把这个局面瞬间打开